6月13日晚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 隶属中国海军北海舰队的055型102拉萨舰 率领052D型120程度舰 903A型902东平湖舰 经过对马海峡驶入日本海 日本海上自卫队紧急出动 包括天草号支援舰在内的多艘舰艇 以及P1巡逻机跟踪监视 而国内舆论在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则是欢呼雀跃 哭瞪多日的一幕终于到了 从表面上来看 这次拉萨舰出海训练的阵容有点单薄 除了负责补给任务的东平湖舰之外 仅有一艘成都舰称的上是直接战斗力 但如果回忆一下就会发现 同样服役于北海舰队的055型首舰南昌舰 是在2021年3月率领 由成都舰和054A型576搭进舰组成的小编队闯入日本海 在当时引起日本朝野震动的同时 也成为南昌舰在2021年第五次出海 南下北上 最远深至抵达美国阿拉斯加附近海域 一系列辉煌成绩的起点 换句话说 南昌舰在2022年3月摔领两艘军舰经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 其实是检验其战斗力的训练之旅 而此次拉萨舰的行动 意义与15个月之前南昌舰行动的目的是一样的 意味着在服役15个月之后 拉萨舰开始追逐前行者的脚步 准备开启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更直接的来说 在拉萨舰此次结束训练验证战斗力之后 北海舰队就将拥有两艘具备战斗力的完全体055 辽宁舰如果再次出海训练 那么应该就会出现有两艘055一起拱卫的理想情况 甚至拉萨舰在辽宁舰归港休整时 效仿南昌舰北上至美国阿拉斯加海域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此外 拉萨舰是于2021年3月2日服役 而055型105大连舰则 则是在22天之后的3月24日 加入海军作战序列 并且是隶属于南海舰队 既然如今拉萨舰已经做好相应准备 通过远海训练检验战斗力 那么仅仅晚服役22天的大连舰应该也不会差太远 如果考虑到大连舰其实是南海舰队服役的第一艘055 那么在集中资源的情况下 甚至有可能出现不久后 南北两艘055同时出海训练 以检验战斗力的壮观景象 而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 国产002型山东舰虽然在2019年就已经加入南海舰队服役 但在2022年4月 其已经北返大连港接受短期升级维护 根据网络上的消息 山东舰很有可能在近期结束改造正式出雾 不排除到时候会出现 有返回的拉萨舰虎为山东舰出海试航 然后由形成战斗力的大连舰 接力护航的罕见景象 而无论如何 这都意味着在南昌舰正式形成战斗力之后 又有两艘055将在近期完成所有训练科目 从而将海军可用055数量扩充到三艘 从表面上来看 这意味着无论是为两艘航母护航 还是率领052D、054A、903等军舰组成中型编队 执行前往远海训练 抵达其他国家进行访问等任务 都有更加充裕的调度空间 但从更深的角度上来说 这其实意味着随着早期055服役的052D 甚至是075都已经基本具备战斗力 在充足的先进舰艇基础上 海军远洋编队的构成不再是简单的 以航母或者055为核心 类似055为075 071大型两栖舰艇 甚至是完整航母编队与两栖编队相结合等 之前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组合 如今都获得了足够的硬件支持 进步不可谓不大 遥想八年前 外界第一次发掘这款大型国产驱逐舰的存在时 对其吨位的反复争议 以及之后055轮廓出现外界对其性能的讨论 甚至是最后官方公布之后的惊喜 一切都似乎发生在昨日 而如今其已经真正从纸面数据成为一款具备战斗力的先进舰艇 并且可用数量即将大幅增长到三艘 意味着多年的苦苦等待终于到了丰收时刻 要知道即使是苏联海军 在解体之前也不过就服役了三艘基洛夫级和动力巡洋舰 和三艘光荣级常规动力巡洋舰 就已经成为其对抗美国海军航母优势的核心力量 如今五国海军首批八艘055已经服役六艘 并且其中三艘即将具备战斗力 并且美国海军在大型巡洋舰领域的发展已经走如死无痛 现役的22艘提抗德罗加级巡洋舰即将开始推移 而替补的却是基于30年前旧平台发展而来的伯克型驱逐舰 两国海军在大型驱逐舰巡洋舰领域的质量对比 已经彻底逆转 055这款自诞生就改变国产驱逐舰发展历史的经典型号 正在展示属于自己的无辟锋芒 国内海军曾长期使用051型驱逐舰作为主力 在90年代才开始建造052型驱骨舰 以及在种种局限下 建造051C这种蒸汽动力驱逐舰的阴霾一扫而空 南昌舰在2021年3月形成战斗力之后 当年又四度出海 书写了国产驱逐舰一年远海训练频率 距离的最高记录 将在近期形成战斗力的两艘055 虽然没有南昌舰当时得天堵后的环境 但在下半年以高频率出海训练 已经是可以预料的事情 如同早年052低服役后 其影响力随着服役数量不断增长而直线上升一样 摆脱单打独斗局面的055 其超过1.2万吨的排水量 先进的舰载武器以及无与伦比的指挥特性 都使得其未来表现必然会在052低之上 而未来外界也将会如同现在熟悉052低出动一样 熟悉055的存在 这种熟悉就将是055对海军的最经典意义 辽宁号和山东号航空母舰 未能在美国三航母编队集结西太平洋的关键之际 与055万吨大区一起出征 多少还是有些令人遗憾 毕竟根据最新的卫星图显示 山东舰已经基本完成维护保养工作 目前正是出海训练的好机会 辽宁舰此次前出西太平洋 也不过进行了三周左右的海上训练 参考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 此前远道而来长达7个月的海上巡航任务 辽宁舰也应该具备再次出海部署的能力 那么为何我国选择不出动辽宁舰和山东舰 震慑美国海军正在菲律宾海的三航母战斗群 首先中国海军的山东舰 虽然已经离开维修船物 但是前一段时间 CCTV7国防军事频道节目军事基石显示 山东舰近期疑似曾搭载舰载无人机出海 鉴于中国海军目前并未正式装备任何种类的舰载无人机 山东舰搭载舰载无人机出海 显然不是出海训练 而是测试新装备 考虑到舰载无人机这种高新装备 往往需要较长的测试时间和平台支持 期间甚至可能出现变故 山东舰自然会选择在距离本土更近的海域进行海上活动 而不是带着尚未成熟的舰载无人机 跟着055拉萨舰前往日本海 山东舰目前忙着测试舰载无人机 辽宁舰也有短期内无法前往远洋的理由 辽宁舰此前穿越第一岛链 虽然来回海上训练不过三周时间 远要低于美银航空母舰动辄六个月的海上部署时间 理论上 无论是从舰体状况和舰员情况出发 辽宁舰都应该具备短期再次出海的能力 但是 不同于崭新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 以及美国对尼米茨级航母舰队的压榨式部署 1991年便已在黑海造船厂完成舰体基本建造的辽宁舰 从苏联时期算起至今2022年 其舰体寿命已经接近31岁 对于平均寿命30岁到50岁的航空母舰来说 辽宁舰目前的状况已经是年过半百 因此 最近几年 我们可以注意到 辽宁舰出海执行远洋训练和海上部署任务时 无论出海时间长短 航母回港后中国海军都会第一时间安排维护保养 中国海军拥有当今世界最为严格的舰艇维护条例 各行舰艇每日 每周 每月 都需要进行相应级别的维护保养 工程量比较大的有维护保养工作 有舰艇销瓷 清理船底的附着物 较小的有刷图防止生锈的油漆等等 此次辽宁舰潜出宫古海峡的时间并不短 在未来更多国产航母下水之前 辽宁舰和山东舰 依然是中国海军最重要的两个宝贝疙瘩 出海训练返回后多维护保养 从长期来看 终究不是坏事 而且 从结果来看 中国海军对辽宁舰的维护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辽宁舰服役10年以来 平均每年出海7次 平均每年出海120天到130天 作为参考 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航母在最理想状况下 每18个月在海上的时间 也不过180天 像很快就将达到50岁高龄的尼米兹号 艾森豪威尔号等老舰航母 最近10年来 由于过度使用再加上美国不注重舰艇保养 许多老舰航母的入武维护间隔 已经缩短至一年 并且经常是一休休息12到15个月 甚至漫长的维护保养结束后 也难以进行长期海上活动 此外 常言道 抵进我退 敌退我进 美国海军三航母舰队虽然气势汹汹 不过 其舰队一没有进入东海 二没有进入南海地区 虽然军演科目处处指向中国 但是 中国有火箭军东风导弹作证 尤其是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 长期以来 一直都是美国海军的达默克利斯之舰 而且 美国海军舰队中的三艘航母 其中林肯号航母自从1月3日 从美国本土奔赴亚太以来 海上部署时间已经超过6个月 舰体状况和舰员身心 都已经达到极限 预计英勇盾牌军演17日结束后 就将返回港口进行维护 里根号航母在编队中 也基本上就是冲述的 根据美国海军条例 航母完成维护保养后 需要5个月的战力恢复训练 才能投入至军事演习 远洋作战训练和远洋部署当中 上月才刚刚完成维护的里根号航母 如今仓促投入到军演当中 时隔7个月再次上舰的舰载机部队 可想而知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完成最基本的磨合 而有着闪电航母支撑的 的尼波里号两栖攻击舰 虽然能够搭载F35B舰载机 但是无论是航空运作能力 还是持续打击能力 其实都与真正的大型航母相差阵远 从某种意义来和里根号航母一样 都是在军演中冲出的存在 换言之 对于美国海军这次军演 即便煽动舰和辽宁舰有随时出击的条件 我国也不必过于在意 只需等待军演结束 林肯号返回港口维护 里根号返回日本附近进行恢复性训练 最后的尼波里号独木南枝 美国海军所谓的三航母舰队坐鸟收散 届时 中国在派出煽动舰 或者辽宁舰航母舰队前出第一岛链 进入琉球群岛以南海域 进行常态化实战演练 无疑比现在就派出航母战斗群 能够产生更好的部署效果 尤其是在美国即将在6月底联合26个国家 进行危期一月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背景下 暂时忍耐现在美国海军三航母战斗群的挑衅 保存准备更多的海军作战力量 以应对未来更严峻的形势和地区风暴 无疑是最明智的决定 最后 回到此次进入日本海的055拉萨舰编队 虽然 山东舰和辽宁舰未能加入 但是 考虑到055万吨大区 目前能够搭载发射最大射程超过 1500公里的英机21反舰弹道导弹 这支编队的威慑能力 其实丝毫不亚于山东舰和辽宁舰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055万吨大区才是如今中国海军最核心的远洋作战力量 所以说 从一开始 对于美国海军名不赋识的三航母军演 中国海军派出055万吨大区编队 其实就并无不妥 至于卫派出山东舰和辽宁舰两艘航母 一方面是因为两艘航母确实各自有各自的情况 另一方面 想必也是为了应对未来规模更大的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 中国海军目前的实力 尤其是航空母舰还有中华审盾舰的数量 相比美国海军仍有较大差距 未来 只有更加大力的投资发展海军 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和万吨大区编队 才能长期游荡大洋